那么呢我们来用 接下来的这一个Numerical的 example来介绍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的formulate 一个signaling game 以及怎么样的解它 所以我们定一些数字 首先呢RL是0.2 RH是0.8 也就是说呢这个 好东西坏的几率是 20%烂东西坏的几率是 80% 再来东西如果可以用 直接就是好的 效用是20 如果是修好了以后呢 那就只剩下5 东西的价格就是11块 但是把东西修好 就要15块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把情况拉得很开 就是好的跟烂的真的是差很多 不但几率差很多 万一坏掉被修好 又剩下的效益又是这么的低 然后呢价钱也不过11块 修好东西竟然要15块 我们把东西拉得比较大 把这个好跟坏 拉得比较大 以便等一下写的例子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看出这个效果 那么呢 我们这里先整理一下 这个不论是好厂商还是烂厂商 在卖东西给消费者的时候 大家各自的utility会是多少 那这里呢我们实际上是在这个为了节省空间 所以才画这个matrix 实际上呢因为他们是sequentially做决策的嘛 所以基本上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比较像是这样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是厂商先决定要有warranty 还是不要有warranty 然后呢消费者在决定我要买 还是我不要买 我要买 还是我不要买 因此类推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最后面就会有payoff啦 这样子 好那我们呢为了简单起见就把这八个数字就这样子写到这里来 那这八个数字是哪来的呢 好我们就看一下 基本上也很明显 就是我们把上面的数字带入到之前那两条utility function里面的话 好我们如果product是reliable 我们就用rh去放在consumer跟firm的utility里面 那么呢今天靠来看一下 firm可以决定要offerwarranty还是不要offerwarranty 不管怎么样 如果消费者都不买单 那基本上就是不交易嘛 大家都没钱赚 所以就是0000这样子 那么如果有offerwarranty的话 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如果买 那你的expected profit是比较低的 这个可以理解 毕竟你有一个几率要帮他把东西修好 那么如果你不offerwarranty 他也买单的话 哇那这个可就开心啦 因为你赚的钱基本上是最多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消费者的utility 在有warranty的时候会稍微上升 那这个也是很make sense的事情 OK 如果今天呢东西是unreliable的 那我们就要用RL来代入到刚刚那几条utility function里面 不买一样大家都是零 而现在如果有买的话 那么呢你可以看到 因为烂厂商他这个东西坏掉的几率更大 所以呢他甚至比如说会在这里带来非常负面的效果 也就是说如果厂商有offerwarranty 而且消费者买了 那因为要修东西的几率是如此之大 厂商甚至是会赔钱的 这样子 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消费者如果真的知道他unreliable的话 消费者其实是不应该买的 因为就算你有warranty 我一样就是-3 因为东西修好了以后的剩余价值实在是有点小 这样 所以你光看这个的话就会觉得 如果想今天是complete information的话 那真的是蛮容易做决策的 我要是厂商 那今天complete information 那我当然就是随便啦 反正无论如何消费者都不会买的嘛 这样子 那我今天如果是好厂商的话 那我当然就是不要offerwarranty 因为消费者横数就是会买这样子 好那今天事情没有这么美好 是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consumer不知道自己看着的matrix是哪一个 这样 他没有information 他不知道到底是reliable还是unreliable 所以reliable firm的任务就很大了 他今天呢如果消费者会相信他reliable 消费者是很愿意买单的 消费者如果觉得这家伙unreliable的话是非常不愿意买单 所以reliable firm必须要convinceconsumer说 诶我们在看的是第一个game 我呢是reliable的 所以这是这个reliable firm的任务 那么刚刚这个不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的东西 我们在game theory里面呢 我们会把它画成一颗game tree 并且搭配着你以前没看过的game tree上的新符号 就是这个虚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个呢我们现在要画的是一个incomplete information的game 它里面呢有什么东西 它里面有三个player 好我们框起来的部分就是player 首先是一个假的player就是nature nature的决策是让厂商是reliable的或是unreliable的 但是nature并不会真的做决策 这件事情是老天爷让它随机发生的 所以呢事实上这里填的是1-beta跟beta 好那我们在这里把beta设成二分之一 让事情方便点 那么呢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事情会随机的发生 厂商会随机底要嘛是rh不然是rl 如果我rh的话我要决定我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我要offer warranty还是不要 那rl的厂商也是一样做这个决策 那最后就换消费者 消费者呢他在某一个决策的点上 他要决定他要买还是不要买 然后根据这个厂商真实的形态 大家会得到utility 那重点是说呢今天消费者不知道自己是在上面 还是在下面对吧 所以在game theory里面这个时候我们会把 这个不知道我在这里还是那里的那一些点 用虚线连起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虚线 这个虚线呢很明显的就是在讲说 我是consumer我看到你offer warranty但我不知道你是谁 讲我是consumer我看到你没offer warranty但我不知道你是谁 待会儿他们会去做believe updating whatever之类的 但是这个虚线就是在讲说你是谁是看不到的 我只能猜我只能估计这样子 这是这个虚线的意思 那么呢我们要解刚刚那个game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去找出equilibrium来 对吧那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只focus在pure strategy的equilibrium 也就是说呢我们对于我们的signaling game 我们想要知道厂商会干嘛消费者会干嘛 然后呢我们假设这是大家就是两个决策挑一个 两个决策挑一个 没有什么丢骰子啊看运气啊随机啊这种事情 那今天这个equilibrium concept是稍微的比之前复杂一点 因为牵涉到这个所谓的believe 那你回忆一下之前的equilibrium长什么样子 就是我呢有一些选择你呢有一些选择 在均衡点上我做什么 它会取决于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取决于我做什么 但是均衡点上呢是敌不动我不动 我如果没有改变我的决策的话 你就不想改变反之以然 所以之前的equilibrium只牵涉到decision 但是现在我们还牵涉到believ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firm可以干嘛 high type low type的公司都可以选择说 我是要offer warranty还是不要 所以我们用wh跟wl来表示 wh是high type也就是reliable的company要做的决策 以刚刚的图来说就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要不要offer warranty wl一样意思 那么呢消费者 消费者是不知道h还是l的 但是消费者会看到有没有warranty 所以消费者做的事情是a1 a0 in any case他决定要买还是不要买 b还是n这样 然后呢消费者会有一个believe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在这个game里面 消费者一看到厂商有没有offer warranty 他就会去思考 思考什么呢 当我看到warranty的时候 我去update我的believe conditional on你有offer warranty 请问r是rh的几率有多高 我会去算出这个小p出来 或者是当我看到no warranty的时候呢 我会看到posterior belief 我一样要去做believe updating 如果w是0 则rh是0的几率是多少 那你仔细想想 诶 这要怎么看 其实想想也可以理解 因为人分成rh跟rl这两种 这个rh、rl会影响他们 要offer warranty还是不要 对吧 所以他确实很有believe updating的感觉 就是说呢 今天我看到一个人offer了warranty 那么请问这个offer warranty的人 是rh的几率是多少 确实是在做believe updating 这样 那么呢 我们的一个equilibrium 会是一个strategy belief的profile 以前的equilibrium是strategy profile 但现在是strategy belief profile 所以它包含刚刚讲的厂商们的决策 消费者的决策 以及消费者的posterior belief 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 首先 基于消费者他们的决定 以及消费者的posterior belief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想要改变他们的决策 其次 基于他自己的posterior belief 消费者并不想要更动他的决策 最后 消费者的believe的updating 是根据厂商的行为 以及被试定理 那光看这个实在是很抽象 所以我们待会儿解给你看的时候会比较清楚 总而言之就是 厂商有决策 消费者会看着厂商的决策 去update belief 有了believe了以后呢 决定自己要干嘛 然后这个决定自己要干嘛 会让厂商再次考虑 我刚刚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做 我是不是其实应该deviate 如果不应该 那这件事情就成为equilibrium了 所以就是过程中会有这个 believe updating的这件事情 那么呢今天 在一个signaling game里面 有趣的事情是 search for equilibrium 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 你没有办法像以前 比如说解screening game 或是甚至是complete information的时候 你可以东结解西结解一次微分之类的 就把equilibrium求出来 现在很难 in general呢 能做的事情比较像是 check whether a given profile is an equilibrium 所以我们会做的事情比较像是这样 就是 诶 请问 有没有可能在equilibrium的情况下 high type的厂商offer warranty 而low type不offer呢 有没有可能是反过来呢 有没有可能in equilibrium 两个厂商都offer warranty呢 依此类推 意思就是说 我不知道到底warranty要怎么找 但anyway 你给我一个profile 我可以来检查 它是不是warranty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左删删又删删 然后左找找又找找 有点迂回的 把这些equilibrium求出来 还够感觉 看到有点连回的 好 分享小词 那么 诶 诶 接着 诶 我们 温 诶 我们